美牙带小新去参加衣服穿到宝大赛 结果贪小便宜吃大亏 这天小新吵着让美牙给他买动感超人T恤 立即遭到美牙的拒绝 今天只是来给小葵买衣服的 这时商家正举办夏季折扣活动 儿童服装随意穿到宝 在限时五分钟内 只要是穿在小朋友身上的衣服都可以通通带回家 参加费用美元一千元 美牙觉得很划算 眼尖的小新立马看出端倪 有可能都是便宜货或是卖胜的 小新一语道破商家的秘密 老板见状赶紧拿出一件高端品牌夹克 作为红利的奖励 美牙眼睛发光预估这件价值一万五千元 小新询问老板有没有动感超人T恤 老板表示很有可能会有的 激动的小新立马就要是看看 殊不知美牙心里比她还激动 上交完报名费还让老板帮忙带娃真是一举两得 紧接着活动开始 经验老道的美牙开始精挑细选 专门网贵的拿 片刻间就选好10件衣服大约六千元 如果全穿上就赚大发了 结果转头一看 小新居然穿着裙子翩翩起舞 那么接下来就开始穿衣服缓解 然而这可是美牙的拿手绝活 眨眼间就搞定完成 这都是每天为了赶娃娃车 快速帮小新换衣服的成果 眼看时间还剩三分多钟 美牙决定再多挑选几件衣服 小新过来询问有没有看到动感超人T恤 美牙表示可能被人家抢先拿走了 画音刚落 无比失望的小新瞬间就不玩了 于是便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掉 快好了再忍耐一下啊 好重啊 真好热 我不玩了 见小新这么不配合 美牙直接强行将所有衣服卷到小新身上 随即就遭到犯规警告 只能穿到身上才有效 无奈的美牙告诉小新动感超人T恤 肯定不会跟这些便宜活放一起 这么抢手的衣服肯定会在红利机会的时候才出现 这番话瞬间打动了小新 于是决定让美牙随意摆布 美牙趁此机会赶紧将小新包装完成 瞬间变成一百斤的大胖子 这时最重要的红利机会终于来了 老板随手甩出第一件畅销品 紧接着第二件就是刚才的高级夹克 美牙使出洪荒之力一跃而起成功抢到手 接着便一股作气强行将小新穿上 花一千元买到两万块钱的衣服 美牙心里乐开花 接下来最后一件正是小新最爱的动胆超人T恤 美牙没想到随口一说居然说中了 然而此时的小新已经饱满无法再多穿一件 美牙只能眼睁睁看着蜷缩在地上的小新 寒泪选择放弃 结果最后一刻小新使出金蝉脱鞘 一跃而起如愿以偿穿上动胆超人T恤 成功送上了准绝杀 美牙顿十脸都黑了 瞬间瘫倒在地狱哭无泪 健康